早安 今天是2024年9月2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开市追渣沽》 今早我们有呼吐征券的首席分析师 谭志乐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安劳 今个星期大事有什么焦点 焦点上最主要是现在美股上 大家都是关注这个星期五的飞龙数据 其实除了飞龙数据之外 亦都会关注星期三ATP的数据 因为看这两个数据 就很大机会特别在Jackson Hole那段时间 联储局都说明了 好看就业状况来做决定 而9月18日除了在未来第一次会减息之外 亦都是说大选前唯一的议食会议 其实你如果看利率期货 大家都猜一过大选 就会减50点字 但会不会在大选前提早做这个动作 市场现在是关注的 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性 但当然如果你看到 Probability 纯粹的机会率 普遍都猜只是减25点字 所以现在判断经济 在转差但有多差 普遍分析都觉得 包月份的数据会比七月份好转返的 之前就是因为受到一些打风 台风事件上 导致到失业率短暂性飘升 看看市场的看法是否正确 至于港股上 刚刚过了业绩高峰期 但今天始终会有一堆灭绩 业绩就是大家要消化 或者围绕过完业绩之后 还有很多不同的消息 所以我认为港股可能会集中在 个别重磅蓝筹的消息为主 是的 周末期间 都看到赌业股或者车股 都有最新的数据公布 加上刚才是Arnold所说的 有些消息业绩的消息 大家消化完之后 会怎样左右住后市的走势 以及策略上应该怎样做呢 Arnold稍后会给大家一些指示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 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面 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做好 导致再创新高 美国PCE和核心PCE的 按年升幅略低于市场预期 市场持续预期 9月会启动减息 美股三大指数高开高收 导致收市升228点 收报41563点 升幅0.6% 标指升1%收报5648点 纳指升1.1%收报17713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升1.2% 总结全国8月份 导指升1.8% 标指年升4个月升幅2.3% 纳指升0.7% 欧洲股市上星期五是区别发展的 焦点科技股方面 Tesla和Amazon上星期五升超过3% Google升幅1% Tesla和Amazon上星期五升9% NVIDIA也反弹超过1% 一齐看看以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过方网股ADR 上星期五的走势 普遍比本港低 阿里美股一度是升4% 收市升幅收窄 折合比本港收市略低 腾讯和京东都比本港收市低超过1% 汇控比本港收市高大概是1%左右 建行和比亚迪都比本港上星期五收市低超过1% 跟大家跟进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今早段是区别发展 日经平均指数现在升超过200点 最新38,921点 升近274点 首义综合指数向下 升来普通股指数和新西南50成分股指数都要下跌 在新加坡交易的港股客期的早段跌至180点左右 恒指是17,8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继续跟大家跟进 现在看看外围的市况 上星期五公布了PCE数据 核心PCE和整体PCE 其实就是出现了一个比市场预期小的升幅 今个星期五大家都要看着失业率数据 为何要特别关注呢 除了刚才Arno所说的 Jackson Ho会议期间 大家都说明看着就业情况 去判断适合走势之外 其实上个月头 黑色星期一 无论是美股和日股大跌 黑色星期一 就是由失业率的数据去触发 所以上次公布的数据就是4.3% 今次市场预期就是略为回落 去到4.2%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数据都是大市的焦点 现在看到近日美股方面 有一个资金轮动的情况 就是看到道指的升势 其实是跑赢纳指 现在市场预期就是9月18日 就会开始启动减息 你看这个传统股份 特别是道指的升势 是否可以持续去到减息出现的一刻 我又不敢保证 你说是否一定要买道指 不买纳指 不买标普500指数 我觉得整个意义不大 其实你最主要的就是涉及指数结构 你纯粹说道指升得多 因为10月占比比较重 好像JP Morgan 或者3M 或者防守性股份 又或者Beta情况那么高的股份 近期资金是有去追的 因为市场普遍对美国经济的看法 其实不是太过负面 大家普遍都是刚刚所说的 之前我们说的所谓的黑色星期一 就是特别大跌那天 就是在星期一前的星期五 即是在8月3日 即是8月2日 2日才对 8月2日即是星期五的时间 出现失业率数据的大升 那些SAM rule都说出来 但其实不只是失业率 当时还有Initual Claim的升得很厉害 但如果你看回自从那段时间之后的Initual Claim 明显地收获 真的没有再不断地升上去 就是市场现在有很多解说方法 就是说 上年7月份的数据 因为有些地方台风 导致有些大幅上升的状况 这个事件过了之后 8月份数据 即是今星期五出的数据 应该就会有一个环比改善的情况 市场现在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这个第一方面你不需要那么担心 第二方面就是 跟之前有很大分别 固然失业率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压力 但减息预期是差很远的 之前为什么由高位突然急跌跌下来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时 就是联储局还没有醒过 大家还在估计 不是大家 应该说联储局自己还在估计 今年最多减一至两次息 现阶段过了Jackson Hole 或者市跌下来的时候 导致联储局开始关注 其实失业率 他也看SAM rule的因素了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么关注 职业率 有ADP International Cane 这些数字上 因为联储局已经将整个焦点 放在就业情况上 他不再担心通胀 他不会再跟你说 通胀还在高的2%上 我要利率仍在高的上升 他现在不会这么说 所以在PCE 解读上面 在以往我们很关注CPI PCE 上面 因为原因就是联储局看这些 现在联储局就是看就业状况 所以跟任何就业状况有关的数据上面 市场是关注的 当然还有可能ISM製造业 服务业的相关数据 但是那些相对地没那么重要 都重要的 相对地没那么重要 我觉得短线来说 资金轮动上的确没错 会追准防守性股份 但是问题你要留意 为什么追准防守性股份 因为这段时间的债息又有回升的状况 由之前最低最低的3.8 以下接近3.7这些位置 升回到3.9这些水平 因为大家就是在估计 9月份的 最多都是减息 大家最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会不会过大选之后 其实减息步伐都没那么快 会不会联储局 就是有看到股市升回很多的时候 觉得不用那么快 经济状况可能没有相中那么差 市场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判断 资金轮动去追这些什么 你要看经济数据 经济数据会如何变化 如何消化 我觉得如何去做保处 但是如果以整个中长线来说 我觉得你判施S&P500是最稳定的 就是说正体认 两边类型的股份都会有 当然破顶上这些时间 都没有道指破得那么快 但是你是相对地稳定很多 除了道指之外 还有的好像罗素2000这段时间 因为减息的预期加上升温 都升了很多 但是我就不建议追这些 所以道指罗素2000那些道理 类似相似的 在近期的资金轮动上 的确是在追这些 但是我们在现阶段价位的时候去考虑 我觉得不划算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稳固的 美股的 标普不拍指数 那些相关ETF 比如SPY VOO那些 你继续可以去考虑 但是如果你选择个股来说 我觉得你始终焦点看不到太多 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 你跟不上市场 或者不清楚发生什么事的情况下 你要不去买指数 要不去买立志七雄 简单一点 这段时间的焦点是什么 有NVIDIA 有Tesla Apple 你三只为主 就是在立志七雄里面 比较多焦点 是你以这三只为主 最多加上META 我觉得整体现言 其实你炒这些股份都可以的 甚至科技股当中 你这段时间看到好像Netflix那些 是相对比较强 所以其实你不一定 只是指数反映着实际状况 因为最主要就是刚刚那样 导致链是升得多一些 最主要三十只 里面有几只特别强 手指MMM 没有人想过 3M出业 这段时间可以升到三成多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如果你在资金轮动上 是可以的 但是难道性会是非常非常高 就算我们的专业人士自己看 我相信很多人都 你看到这一年来说 很多人都会跑出美股的 你讲整体而言 我觉得会是非常难 我就不是太过建议 好像觉得自己会有能力 去完全跑出美股的指数 所以S&P 500那些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在过股上 最坚确实我觉得可以留意 纳资充里面的三只 还有在Netflix上 我觉得整体而言 都会比较值得留意一下 是 好的 那大市指数的走势上 你是不是都是预期 在未来减息之前 都会持续做好 我觉得整体仍然可以的 但是短线的数据 真的做消化 你会不会导致数据出来 可能不如其中那么乐观 然后市场开始要做的调整 令到联储局 不会突然间对 减息的看法改变 有机会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短线来说 其实美股的操作上 是尴尬的 赌博成份甚至会有少许投机成份 其实我觉得 深信就是这样 美股组仍然看好 但问题是看好的状况 跟上半年会差很远 有些人习惯了上半年会 美股长声 长有 服回挑 就去买 我觉得横行机会 相对比较高 但如果你看到年底计 我觉得整体而言 美股现阶段 北部又真的好像研子上早 好 我们就看看港股上日的走势 开个恒指图给大家看一看 港股年升第二个交易日 上星期五一度是从上18000点 上星期五高开之后 最多是升超过400点 高位见过18202点 是个半月以来的高位 收市升幅收窄到202点 收报是17989点 升1.1% 横指收市的报价资讯 是由IG提供的 挖指收市升1.3% 收报是6331点 科指升2.9% 收报3560点 大市的成交急增到1734亿 MSCI在收市之后 换马带动成交上升 看看北水流入的情况 上星期五有13.7万 北水正流入 腾讯有6.8万 北水正入 中国平安有3.9万 小米有2.1万 健康和工行 都分别有4亿 北水正流出 先跟Arnold谈谈谈恒指走势 恒指数8月份做得不错 全个月计是升3.7% 从17300点左右升到18000点的水平 跑赢同期区内市场 日经8月份跌了超过1% 台湾假权指数有一个轻微的上升 升0.3% 内地的护心300指数 同期跌了超过3% 港股上升利好的因素 其中一个就是人民币的离岸价 随着美元偏弱 人民币的离岸汇价 就升到15个月的高位 但这是上星期尾一个比较利好的情况 刚才有一个客观的描述 不过多看一些数据 第一周末期间内地出了制造业PMI 最新的数据是49.1% 这是低过市场的预期 以及低过前值 以及这个数据已经是连续四个月 在50%的胜衰分界线流下 暂时来看恒指就是升穿了移动平均线 以及在保力加通道 亦是去到上线的水平 后市你觉得是否可以持续看好 例如指数的策略上 你会建议大家逢高做淡 还是现在仍然适宜顺势去追 如果逢高做淡 你不就一早被人夹了 你刚刚说的保力加通道的顶部 在17,600其实已经见过一次了 你现在碰到顶部 17,600的确是回过的 那时候就回到17,400 但很快又看到存定 在中途的位置 找到支持位 现在再试个顶部 所以我觉得简单来说 暂时不预计指数上 可以像4月中那样升上去 你看到大家不断的买红 红正的战比又不断的加大 市场上就是说 对于我们经济前景的 非常之乐观 一声升上去 暂时不预计有这些势头主 就是简单的贴着 中途顶部上面不断的上去 我觉得暂时以宏观经济环境上 包括刚刚提及到最近出的 PMI 数据上 应该未必支持到 大家都仍在等待一些新政策出来 包括消费市场上 加月份看到有些依旧换身 不同类型的政策上 又在出来 但问题就是 我觉得走势上会比较适合 配合宏观经济状况那种 蛮牛架构 就是你简单一点说 你有机会跌完保里加通道顶部之后 回到一点点下来 但是还是一个稳步上升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现在短线的底法就是 由8月份开始 划一条上升轨上去 就是在上升通道上面 但就是在保里加通道中途至顶部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保持在上升通道上 有货的可以继续插住 至于逢高减次 或者逢高造淡 这个简单一点就是逆着短暂的细形投 相反如果短期跌穿上升轨才去造淡 这些真正的纯细交易 这样会相对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相反正正有所说 当每次都是 美股刚刚说的 当很难找投资方向的时候 港股有机会是外围资金 你刚刚说的恒指 这是跑赢产均股市 在内地股市上 大家都知道港股和内地股市 都是一样反映内地经济上 为什么有一个分别呢 其实就是指数结构 这就刚刚说的分析道指的情况一样 恒指结构上比较少的是什么呢 消费股 这段时间整个8月份最淡最差的板块 消费股 豪赌股 恒指一样都是跌得多的 就算近期有反弹 但整个8月份 它们都在跑赢市 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它在指数上结构不多 结构上占比较多的是什么呢 大家都很熟悉的 汇丰 中二冬 接着有邦 腾讯 阿里巴巴 接着或者近期较弱一点的 亚人股 但问题是 亚人股是近这两个加日弱的 整个8月份它们都仍然是强的 所以这就是导致恒指走却的主要原因 所以我觉得其实港股上 如果你真的要逢高减次 不如在那边的策略上炒股 会不会炒市 我觉得短线来说港股上 其实资金都应该会留意一些焦点股份 就是特别职后上做得比较好的 反而顺势去追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真的对港股没有信息 我们明白的 跌了很多年 没有信心 那就去炒美股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说有没有必要等现阶段 去做淡港股 的确可能今天又跌了一些 几百点下来 但是那个趋势上 我怕大家转身转身 你事后看 股资料逢高减次 一定会回的 但你是否能够百发百中地 每次是高位 你会不会说 港股在17,600的时候已经够了 已经够了 然后赚得 我们不建议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暂时港股策略上 我看会有机会保持上升的痛度 甚至是年底计 如果看近期的业绩 或者目前的宏观经济状况上 港股受惠的一件事就是美国的盖息 你看到港股的 加压压力又少了很多 未来港股无风险利率又有可能 这个真的是在直接受惠的 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港股有条件 看起来19,000点楼上更乐观点 甚至有机会看起来20,000点 其实20,000点也不是真的很多 一升了10% 所以要升其实又不会很久 就完成了 我觉得不是很短期 就好像4月睡觉的状况 升得那么急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如果你真的没有什么信心的情况下 我觉得是理解的 那靠边站 不做那么多事 但如果你有兴趣做一些中线部署的话 特别很多人都是纯粹想赚钱 但又不想看得那么贴士 港股研究 特别是你看到业绩这么多因素 让你考虑 我觉得有部份的股份是值得考虑的 好 好 几个key words 第一就是不夜宴水平做谈 Arnold也建议债顺势追 年底前我可不可以这样解读 2,000点是你年底的目标价 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其实在估值上是有条件 特别在今次的业绩上是有条件 特别在债息上也有明显回来的趋势 而最重要是我们知道美国的10年期债息 不会只剩下3.8厘左右 止步 当整个减息预期再进一步升温 的确有这个机会 甚至有些市场最终极派 就是会不会出现东升西降状况 我又不敢这么看 正好所说 我们在美股上还没玩完 仍然有一升等等 但是这种想法 这种趋势会不会短暂性有机会出来 不排除特别去到大选 或者是在最后一次的议息之后 中间那段时间大家知道没什么要做 就是连续不可以做太多事的时候 这段时间会尴尬的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讲 如果你的目标是在年底 2,000点我觉得有机会 不去到那麽灰心 完全是2,000点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当然你这段时间有多大行 甚至跳底的港股 目标这么大 我觉得每个人的看法不同 有些可能维持继续过悲观的状况 如果你真的太过悲观 我觉得港股你不要碰住 港股现在的确是一个政策 而考验信心为主 基本面固然是OK 但是信心上 我觉得市场有部份资金动摇 很多合情合理的解释方法 所以短线上 都是以波幅常乐为主 但是如果你整个中期走势看 今次业绩上多重磅蓝丑 业绩都有憧憬 有两点上 我觉得真的估值要向上提升 不是真的没有故事 是的 如果年底去到20,000点 就是破了19,700个高位 Arnold也倾向乐观的 近日在港股方面 都有一个资金轮动的情况 例如在业绩之前 大家都憧憬耐银会派中期息 其实现在也算是实现了 除了招行不派之外 还有其他几大国有商业银行也有派 但是在预期实现的背景之下 其实股价是向下的 保险股近日也有资金追捧 如果风险承受能力较高的投资者 其实上星期四和五 在车股和内房股 其实都是有钱赚的 刚才你也提到的走势 你觉得对港股也是倾向乐观 在选股上你会怎样的advice 先说一下板块 其实如果你在说本身 我觉得分两类的准取型 正取型就是说增长股 增长股在这段时间 就是说美团、小米 我自己喜欢腾讯、小米、美团三个 里面有两个是比较标青的 业绩上也有比较多的增长 在控制到毛利 在整体现任的收入上面 有一个比较强劲的增长 继续选这些我觉得没问题 甚至你不想高追 那就选腾讯 继续逼它做好一点 我觉得增长股上 也会有一些 最难搞的就是跌得很残的消费股 那些都是增长股来的 我觉得短线是定期线 就是说整个事份 再进一步的气氛向好 再去思考那些 但如果你在高息股上 大家看到刚刚说的 资金就明显地在沽耐 买一些耐险 其实是合理的 因为两者同样地受惠 在四月底、五月头的时间 就是那些新国九条 鼓励这些公司上的派息政策更加清晰 但当时有很多大空报告说 内险股的分红政策 其实是很难清晰的 就是这些内险资金 用得这么不清晰的情况下 很难有一个很完整的派息政策在那里 但这次业绩出来了 打市场面 就是说我真的派到高息在那里 甚至股息回报率 是跟内银差不多 导致这些资金就要追翻了 因为它的股价跌得比较差 但内银股反过来 就是说新国九条出了之后 就一直都没有停过 然后业绩出来 就是看到 跟市场预期一样 然后也说一些内防风险 内银一样有面对 首先其实打起头发是教行 教行本身业绩真的问题不大 但是问题是 你看看他们的CRO 那些风险首席官上面说些什么 不断都在提及内防风险 所以市场很担心这一件事 股价调整 是回调一至八月份 没有出现过的调整幅度 所以问题就是 我们视为一些健康调整 所以如果你这些位置去买 我觉得趁它调整的时候 去买内银 我觉得又不是真的太大问题 但是抱着中长线投资心态 短线一定是让它看到支持位 然后再接 但是如果你看到股息率上面 我觉得现阶段吸引 还有在撥臂上面 的确有些部分内银是靠减撥臂 而推动盈利稳定的 但是这个应该又不是一个长远续续 所以现阶段内银主一个阶段 是什么叫高风险的回报 如果你说顺势去炒 是炒什么 短线 反而是内险股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高息股上 我觉得可以分散投资 我觉得来人来险都可以去买 但是买些什么呢 我会建议就是 短线表现可能之前有些 比较残的 是真的会升得多一些的 但是如果你这些位置才去追 或者你自问自己 真的对市场触角不算太强的话 买一些在熊市出来之前 表现比较强的中资金融股 如果保险上面就是泰保 平保上面 但是短炒的角度就跟图表了 图表上面就是中人数刚刚出了箱底 所以你要先分清短炒和中长线 这类型股份上面 如果保中长线 我觉得很简单 就买建项 买公项 接着就是 内险上面就是 平保 泰保 这类型上 博一个中长线财色监收 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高息股上面 也要留意 我觉得也要买一些稳健的东西 例如我们上次节目说 中电那些 港铁那些 我觉得这类型股份上 都可以继续买 但是这些短线波动不大 所以最主要就是 整整个仓上面 平衡 增长的也有 防守性的也有 可能在港股上面要加创 跟大家跟进一下 港股兑完盘之后的走势 这个就是这里的 恒生指数今早要低开126点 17,862点开市 国企指数低开51点 科技股指数低开20点 积货月期指是跌1% 跌超过200点 17,751点 低水81点左右 这是最新情况 跟大家跟进下方网股 阿里巴巴即将会和 阿里巴巴是谈的 现在股价早段是向下的 低开1毛钱 81,751点开市 腾讯也是向下的 京东低开超过1% 美团可以逆市做好的 今早高开市是3毛钱的 跟阿里巴巴聊 刚才我又没有听说 你说科网股 你觉得是OK的 你是否点名是腾讯和美团 我自己一向都是看腾讯美团 和小麦三只的 因为三只完全不同领域 我觉得没有必要 有另一种想法 你看到为什么没有电商 因为就是说今年消费的市场问题 电商的整合很大 但当然有些人说 你不可能没有电商 内地始终的状况都是电商 如果你说电商要选择的话 我觉得巴里巴巴的确是可以去思考的 你特别看到 整个电商大家都知道 整个内卷 一个OK一定是一个不OK 这些不OK是什么 拼多多 拼多多的压力非常大 他们也有提及到 特别说 今次业绩上面看到 就是GMV上面 大家都是看哪个增速比较快 哪个有环比改 纯粹是MV增速化 当然现阶段还是压平多多 但问题是环比改变的状况 就是看到这些之前做得比较差 开始慢慢好转 其实阿里巴巴 我觉得炒科技股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这个无论是港股也好 美股也好 都是一样东西 要有一个story story是配合到现阶段 最新市场状况 是清晰的 那就OK的了 比如说之前 刚刚说美股 Netflix那些 就是现金内稳定 广告收入 目前国王股经济状况 我仍然维持稳定增长 这个story MAS都是股价 总贴到高位 阿里巴巴的story是什么 第一方面 最简单直接就是港股通 转了个上市地位 大家衷敬到北瑞买 这个就是最肤浅的 老实说 纯粹有资金追 所以就帮助 大家这样看 但实际上 你看很多大行报告 绝部大行报告都有说 炒什么是炒一个新的软件服务费 令到除了GMV 除了竞争优优势慢慢回升之外 也在说一些软件服务费上面 有一个明显改善的状况 这个就是说 可不可以推升阿里巴巴的估值 这个就是实际状况 配合最近的消息 就是说市监局上面 也在说它这三年 就是做那支二算一 那些调整方案之后 OK了 大家最怕是监管而已 这个其实我不觉得 视为是什么特别利好的因素 但如果配合第一样东西 本身就是衷敬北水买卖 北水内地资金 就最看这一样东西的 喂 赚啊 我就冲了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这一样东西上 短线今天你见到股价不升 或者昨天四十五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夜盆冲完之后 然后回回来的 因为特别对于说 在美国市场也好 站在我的角度来说 还刚才说 这个不是什么特别新闻来的 你做得好是应该的嘛 但是问题 港股通开了之后 北水就不只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 短线炒阿里巴巴 其实你看图片一样 跟恒志都有一个上升柜在里面 你保持着上升通道去炒就可以了 我觉得现阶段 又不在上升顶部 所以直博率上 我觉得会更加之高 所以看看阿里巴巴有没有机会调整 如果去到八十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是可以买的 是啦 阿露最近很多讲座 因为看到市场 大家的投资的热情都回来了 所以我说了一个key word 阿里巴巴 他就自动地说了 去到阿里巴巴的看法 很快地跟大家update下 最新的消息 讲多一点的细节给大家听 上星期五就出了一个消息 就是它完成了长达三年的整改 这个消息出的时间点 就是港股收市后 以及美股开市前 所以就是美股盘前 加上trading hours 巴巴一度是升百分之四的 实际上 这个是市监局 就说他 他督促阿里巴巴的集团的整改 就是过去三年的整改 说现在完成了 就是说他的合规整改工作 就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阿里巴巴也因此就发了一个声明 就说这是一个新的发展起点 未来将会继续立足创新 坚持这个合规经营 阿露也说了 前景上 他也觉得股价走势上可以看好 等10天线左右 即是80元左右才买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看法 好 我们谈多一个企业 就是新世界 我跟大家更新一下 他今早的股价情况 现在就是低开4%左右 他就是出了一个叫做盈利的前景的更新 他就不是叫自己的做盈景 但是简单来说 就是说2024赛年 他就是一个亏损 他的亏损通告上给大家的 range 就是190-200亿 包括发言人就说到 整体的财务仍然稳健 我们的图表也很大的字 写下了 有几个数字 大家值得去留意 第一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股东英占亏损 就是190-200亿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其实他现在的市值 大概是190-200亿 现在最新的数字 就是他一年的亏损 就蝕了整间公司的市值 如果你有这样的概念去想一想 但是因为这200亿里面 有一部分就是一些 不是现金相关的支出或者亏损 如果不计投资物益公平值的变动 税行 财务收入和费用等的项目 其实他们就预期 这个叫做 我撇除了刚才说的 就是核心的经营 仍然有介乎65-69亿的盈利 现在市场上这几天 很多KOL都在网站上 有一个讨论 就是说究竟这个 不是现金开支导致的亏损 是不是一个真亏损 今早市场反映 其实也不是太看好 现在最新跌5% 但是也未有一个恐慌性的下跌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新世界 一向大家对它的概念 其实最大的感觉就是 它的负债很重 未来真的会踏入一个减息周期 会不会对它来说 还是有一个输压的状况 第三就是未确实 但是周末期间也传出不少消息 它有一些很核心 或者在香港有很大型的资产 它也有机会去出售 而且有买家的名字 就是有人肯接货的 整体有几个因素加起来 你又怎样看新世界的投资前景呢 在现水平 市场全境真的有个案子 在法案报告上面可以比较参考 就是我今天看到两间港的大摩和高盛 我不肯定哪间港 但我印象是高盛说的 我真的不肯定哪间港 印象是大摩 我帮你刷这些 有一间港 就是说如果它真的要卖K11压摩 反映着什么 它们的现金流行压力非常之大 因为大家知道新世界K11是他们的旗篮品牌 但是整个K11系列第一间就是K11压摩 你将整个品牌上的第一间 还要尖沙醉这些核心 当然你现在会说 它也有妙思亚 没有必要尖沙醉有两间 卖一间出去 但是问题是 作价又不漂亮 不是一个很漂亮的作价 有人肯买 它就会说 现在反映现金流的压力很大 所以一直以来新世界最大的问题 就是财务状况 大家不是关注盈利 所以你看看200亿的 是否现金上依然不大 但是有些人会看 现在市值才有这么多 这个你要明白 就是市值而已 但是NAV不是 新世界为什么一直在做0.1倍PB 就是大家预设会有这些状况 所以其实对于现阶段来说 我们分析不只是看盈利能力 还是在说财务状况问题 刚刚涉及 特别一说新世界除了一个高尋重债务之外 也是一个key work 两间大行都有说的 就是永续债务 就是说永续债务之后 未来是怎样去讲究 这次业绩上 其实大家关键就是 你不要忘记公司之前 你看到图表上 在去年2023年 试过一度涨到10元的位置 那时候也是说 他们宣布会降债务 他们会刷永续债务 去逐运永续债务 做不做到 就是未来业绩上 大家会去看 在永续债水平上 是否能够改善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那些大行普遍的看法就是说 包括近期买 asmore的因素上 觉得未必能做到 负债水平仍然相对比较高 那接着你说 负债水平比较高 既然 但是现在对利率 正在回落的情况下 那就会很转 其实你看到很多大行报告 这次就不提到这两件 是很多大行报告 追踪看本地地产股 在正路来说 的确减息一定是会受惠的 我们做投资讲座 很多一问散户 减息最受惠是什么 每个人都举手 地产股 这个是正路思想来的 因为interest risk 是减少了 但问题对于 好像以新世界的现阶段来说 我们现在涉及债务问题 当你在分析债市上面 债市只是两个 risk interest risk 和default risk 现在摆明就是 这些公司上面面临着 default risk增加 就是担心违约风险 不是纯粹减息 不是因为加息 所以导致有压力 实际上是经营状况 其实你撇除了这些 一次性的非现金因素之外 也在说核心 投资商场 核心业务上面 都是在放慢 包括说些什么 他卖完泡奥装之后 卖楼收入上面 又弱了 近期新闻上面 亦都在传有些地盘上面 做得不是太好 有些负面消息 所以我觉得 现阶段的default risk 是非常之高 你还要选择一些 负债特别水平高 是非常之危险的 就算刚刚我说的 好像港铁那些 有些看法都很负面的 因为觉得它在负债水平来说 相对比较高 我的看法就是 虽然负债水平比较高 但是现金流很稳定 就是客户收入上面 可以有个很稳定的现金流 我觉得可以这样去看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 如果是本地地产股来说 反而是反过来看 哪一只 investment cash flow 比较稳定一些 最稳定的 我不敢肯定是哪一只 但是现在市场最负面的想法 就是肯定的 所以当股价去到最便宜的时候 你不要打算某些人接货 甚至市场现在在估计 之前的两间大线 其中间亦都在估计 从今次的业绩 或者是买asmore的因素上 都在估计 公司分分钟 可能没期息不排 短线的股价 有没有机会有转机 就看回在9月头的业绩 会不会出发派息的因素 这个我不敢忌厚望 所以我觉得 应该大部分人都没有这只股票 我觉得就不要占手 不要无缘冒 无缘冲上去 试试发生就算了 好 那跟大家更新一下 现在股票市场 就看到 就不是很buy它们最新的那份通告 开市的时候跌4%左右 现在跌幅扩大 跌超过一成 去到6.98 目前你所说 就是跌幅最大的难头 好 那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回答大家的问题 稍后再见 那我行吧 长和系创办人兼资深顾问李嘉诚 自从退休之后久未露面 适逢香港大学 李嘉诚医学院 获李嘉诚基金会 捐赠亚洲首部突破性医疗器 Histotroopsy系统 96岁的李嘉诚 终于在有关发布会上延伸 早上 借关锅炒币 信用卡指环面批 经常见到大学生不善理财的个案 一入大学就负债累累 怎么办呢 不想成为个案里面的主角 今集理财最前线 为你拆解大学生常见的三大理财谋物 避开陷阱 大家可能都会留意到 街上越来越多电动车 电动车市场崛起 带动了充电市场的发展 好像深南美旗下的Kinecter 最近就宣布进军香港市场 大家好 欢迎收看《E.T.才智讨讨论》 今天邀请来的卡经纪 卡你好 你好Debbie 等于九月了 传统是暂时月 亦是大家预视联储局 应该即将减息 所以话题已经不是减多少 都预算减息 减息引发股票市场的投资机会是怎样 我知道你有很多研究 现在是否倾向都是乐观的 人人都想在金融市场赚钱 难道人人都懂得怎样赚? 想做市场赢家才掌握市场形势 在通知金融上? 我顾纸君 每个星期会请来金融市场各路精英 为你深入淺出 拆解金融圈最热的话题 用数据探测市场风向 市场赢家 跌至213点 跌幅超过1% 最新17777点 国企指数和科技股指数 跌幅比大市 科指最新是3508点 跌51点 版面看到几个重磅股 汇控现在股价向下 跌幅比大市 比亚迪跌跌跌近2% 中移动也是向下 最新跌3号指 这是最新的情况 我们就回答投资者问题 稍后会继续和大家更新一些 移动股的走势 先回答马太 2628就是中人秀 第一次派中期息 以及看到新业务价值的增长 就是跑赢了中国平安 马太问股价有没有希望再下一成 我想他就是想向上网 短线的确是会想到中人秀 可能是短线的 我想请问多短 即日 你看到一个月或几个星期 我不知道多短 不会有个特别三天的时间 这是怎么说我输命师才能做的事 你纯粹分析那方面就看得短线 一个原因就是 刚刚说的不是看中期息的 中期息正刚刚所说的 新国九条本身 大家都包括马来尔检股 市场只是说 之前不是太顺利 包括平保在内 平保股价有战有派 但问题就是 你讨论新业务价值也是涉及技术问题 长远会不会说中人秀的新业务价值 特别标青 我暂时看不到这个图片 暂时也想不到这个故事 当然看到几贵业绩上 改变了 我们才会改变这个想法 但如果你是短线上 我觉得纯粹跟图表走的 因为问题就是中人秀 刚刚出现业绩之后 图表在面才走正式突破箱底硬态 箱底硬态的颈值是11.3度的水平 所以如果在这些位置追求 看之前说的高的位置是12.6度的位置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 我觉得有一个直播率 但如果说空间够不够 你唯一要考虑就是这种东西 所以暂时来说 如果你是做一些正股部署 中人秀上你又不是太贪心 我认为大约是赚5%左右 我觉得中人秀是可以去考虑的 但如果你是要吃大茶饭的 我觉得整体延内险股上 博中人秀就像风险太阳股 因为你没有可能短线 有些很夸张的累積升幅在这里 所以暂时说 如果你真的想着 要看一些比较丰厚的回报上面 我觉得不要看短线 短线不会处于一个很大肉食的空间 如果短线才很肉食 所以我们说两万点就不会看到年尾 所以暂时来说 暂时来说是短纱去炒这些 我觉得暂时目标是看12.6这些位置 好 我们继续回答投资者问题 业绩期真的过了很大部分 但未来今个星期 其中一只焦点股之一 就是蔚来 未来会公布业绩 今早看到它向下 以及跌幅也是比其他车股大 Vivi想问你 蔚来即前部署你怎么看 不拼这些了 其实Infection Cashflow本身比较弱 你车股上的确是 上星期五你看到很多东西都猿着反弹 为小利也弹得很多 但问题就是 我觉得如果你从技术走势上可以考虑 就是用星期五支羊竹底部来做止热 你见到现在跌得多便会拼下反弹 但问题就是 不是太好炒 你问我 我觉得如果你炒车股上 我觉得炒比亚迪就更好 我觉得比亚迪上面趁现在回调的时候你去买 图表上也稳定一些 Cashflow 也稳定一些 就算吉利上面的图表上也比较漂亮 是不是一定要 港股本身已经是比较弱 刚刚我说到很多乐观的看法 已经是市场上比较短乐观的那一派的人 你再去追一些太高峰的股票 我真的不建议 我现在看法是乐观的 因为蔚来上有机会搜下去 还有机会看回35-36 这些位置 但问题是业绩上面 大家现在在看什么 你记住现在看业绩 永远都是这样看 先看Cashflow 然后看盈利能力 最后再看收入 如果三者都做得非常好 就像小米 美尼端 或者中人秀那些 职业绩员一声升上去 但在为小你这类型股份上 Cashflow的压力已经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说盈利能力 大家讲价格先 无论的更加不用想 在收入上 其实每个月的销售数据都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你要博为小 我觉得不会选择职前去博 这类型股份 那类型股份实际是太低了 再跟进了这题 阿达达就想问 他说车股纷纷放榜 最新周末期间也出了交付量数据 他说你可不可以讲讲前景 他说是否内卷的情况仍然严重呢 其实从他们不是看最新的交付量 而是看他们的中期业绩 也看到内卷的情况的确是严重的 例如举个例子 例如理想 他除了说上半年的盈利收入之外 他会说到第三季的投射 他预期的汽车销售量仍然有增长 但收入增长的幅度 也算是颇大幅度地低过 销售量增长的预期 即是看到连他自己的预期 也投射了 就是说未来继续减价的会 你回答回答答的问题 内卷的情况仍然严重 以及前景你会怎样去推荐大家呢 避开还是有一两只 其实你觉得仍然可以确保 其实内地有很多东西都内卷的情况很严重 后车很难会独线 证券市场呢 其实证券市场内卷都要确保 有哪个行业竞争没有压力呢 如果你说内卷其实是另一个词 产能过程 其实你只是看用哪种演绎的方法去说 整个汽车行业上的确是面对着整个 不是一间公司 整个行业上有很多产能过程问题 因为问题是说 我们在港股市场看到这几只股份 就是在市场上其中有部分 最大只股份在港股市场上 你能够看到还有哪吒 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汽车 竞争压力非常大 但问题是内卷的情况 影响程度有多少 比如说每间公司的毛利率都有跌 但问题是跌幅幅没有上去中那么大 也没有减价幅度 其实在有部分的车企上的毛利率 也没有上去中跌得那么多 反映了什么呢 他们的价格战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原材料成本回落下来 他们也没有必要赚那么多 没有必要因此推高个毛利 从而说这是一个传统汽车市场应该做的事 你说现在的车股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最主要就是 市场是慢慢将股值 或者看法由以往的新能源汽车 即是电动车 慢慢变回传统汽车 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合理的 在传统汽车上看什么 就看品牌有没有竞争力 在生产线上是如何控制成本 有什么不同类型的品牌 可以打占不同的市场 定位可以慢慢推升 如何可以塑造自己的品牌 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状况 在这个过程上 为少利就会较少了 原因是他们的品牌定位 到现阶段都不是非常清晰 而最重要就是现金流没有那么强 很多人都还没有赚到钱 或者就算赚到钱也好 例如看理想那些 赚到钱 然后突然出现新的品牌 又不受欢迎 又要重新做过 简单来说 他们的发展里程比不够长 在传统汽车企上 是很耗敌经验的 所以我们提及在车股上 优先想比亚迪奇事 我会想吉利 我就是这样解释 当然内卷的状况就是反映 导致到这些股份上 到今年8月初那段时间 仍然是弱势 但我觉得如果你看到最新的状况 是有些少好转的情况下 我觉得车股上 可以憧憬来未来一些已旧 换身上的政策 但问题就去到下向了 为少你这类型的车股上 是不是真的能够受惠 我就真的不敢保证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就要留意运动车始终在今年来说 是开始比较受欢迎的 亦是速销售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而最重要的是很多传统车企 例如来看吉利为例 公布销售数据就是 你看到最新的销售数据 有好业绩上面 业绩可以上调销售目标 因为原因就是电动车占比越来越高 传统车占比较好 还有电动车占比越来越大 所以简单来说 如果专做电动车 你真的会面对着越来越多的竞争者 压力就自然比较高 除非你真的在说你的品牌 是非常非常买得的 如果你说销售状况和以往差不多 简单来看最新的销售数据 没有特别没有惊喜的时候 这就不是影响股价的唯一因素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在半段车股上 为少你就纯粹波动性真的比较大 普遍会建议出完业绩才去考虑 三车当中 我自己会觉得 如果你看到这些车 就是今年推出的车比较受欢迎 市场的feedback比较好 小鹏的feedback是相对比较好 但是股价也不是特别有手 所以我觉得暂时 维销售率非常之大 虽然比较高风险 你是不是真的有的能力 或者有没有的条件 有声音都差一点 这个是要自己留意的 好 阿慕明士就想问 怎样看内地考虑下调的存量防贷利率 内房股怎样看 存量防贷利率 就是简单来说 他们可以允许 原本我举个例子 以香港的计算是 H加多少厘 现在就是让他们转到一个 比较低的利率去继续供款 这样的背景之下 其实市场解读 就是说他们对市民的消费 有一些资金的释放 第二就是对内房有利好 第三就是对内人有一个冲击 好 只是看对内房的影响 你会怎样看 或者内房股 会不会有某一些 你觉得现在都能够考虑去吸纳 内房股太危险了 我纯粹给你写大行报告 很详细的解释 反正在表面上 跟你说一两句的话 很容易有误解 我觉得如果你在整个内房上 你要看到整个行业有气息 就算大行也是 起码看2025年 甚至年中有些大行 就是四月升那一阵 很多大行说 2025年内房股东马好转发 平时好像我印象是野村 都开始扭底 他们都发表言论上 自然太过乐观了 近期的状况就是消费市场 特别你看到消费市场这么弱 房地产市场没有太大气息的情况下 刚刚你说的那些降利率政策 我觉得是有利好作用的 但也不会短时间内 可以马上防疫出来 就是不会有这些新政策 我这个星期看到很多人冲着去买楼 应该不会出现这个状况 但我觉得你提及到内营的冲击上 其实你看到今年MLFR很多因素上 都对你有帮助 你看到业绩上的内营息息差上的压力 是有但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所以你又不需要过分解释 我觉得内房上 现阶段只是分别跌多少 就是比较优质的那些 我们都经常提及玩之地 中海那些跌得相对地没有那么多 但如果你说短线走势上 特别我们做这些节目上 一讲的就是看后日 你问什么时候 短线都还要问什么时候 但是暂时来说内房 我又看不到太多客观因素上 会有机会马上去改变 大家今年还是处于一个首业阶段 但如果你看回这段业绩期上 因为部分物管股又不是真的想象中那么差 有市场过分悲观的状况 但是要出现一个直升 大升 股值修正的状况 应该真的未必这么快做了很多 所以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 我觉得以内房暂时来说 比较建议都是靠变暂 好 跟大家跟进一下港股最新的情况 现在三大指数都是继续向下 恒指最新跌超过200点 跌222点17758点 咬在那条100天线上 国企指数跌1.4% 最新的跌幅是大过科指 跌91点 即货月期指跌247点 17705点 跌上50多点左右 跟大家看看汽车相关股份的最新情况 未来今个星期会公布业绩 最新跌5% 理想汽车也是下跌4% 周末期间出现了8月份 整体澳门的赌收数据 变幅也是比市场预期好 最新来说澳门岛业股是个别发展的 1928是金沙中国向下 银河和美高煤是靠稳的 是逆市向上的 新豪和澳博最新跌幅超过1% 节目完结前提提大家 今晚有什么数据需要留意 美国今晚假期休市 明晚会有制造业PMI 星期三有NBA抵押贷款和工厂订单 星期四有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 星期五有失业率数据和非农新增职位数据 业绩方面 星期二会有数码通 星期四有新地和蔚内 明早就多谢富途政宪的收集分析师 谭智乐陪大家一起开市 刚才说的股份请问是否持有呢? 也没有持有的 我们明早有叫金融董事陈正森陪大家一起开市 欢迎预先留言提问 明早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